第二怎样理解基督徒 有的几乎是一帆风水 有的是苦难连连 这个不好说 苦难连连也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人是持续的悖逆 上帝心圈起炸篮 让他遇到苦难 他都死不悔改 刚硬 就像野驴一样 他都不知道咋回事 然后也不知道反省 还以为上帝熬炼他 这更可悲的 那有些苦难是上帝试炼他 为了炼净他 上帝对那些他所爱的 或者上帝所重用的器皿 一定会相应的 加给他苦难 让他成为尊过的器皿 一定会用心去雕琢他 让他成为教会的注实 一定会更多的去试炼炼他 承受更多的压力 他能够承受压力的人 在教会里面 别人都倒了 才能站立得住 所以苦难和顺境 都在上帝的护理当中 有些人上帝给他苦难 是为了让他悔改 有些人给的苦难 是为了让他更加成圣 那有些人给他顺利 是放任他 最后秋后算账 诗人什么哈巴谷啊等等 诗人都有这个困惑 为什么恶人横同 义人却这么多的苦难 我突然洁净了我的心 上帝光照他了以后 他知道原来上帝 把他们放在划角之地 做梦的人 醒来如何看见梦呢 主啊 等他们醒来的时候 你如何看待他们 他们今世的所有的横同 都是什么都不是 为什么 有更痛苦的永远的刑法等着他 还不如受点苦 知道谦卑 弄悔改 上帝让他横同 就是放任他 你爱咋咋地 第二还有一种人 我刚才说了 可能是在那种降宝当中 上帝他的生命还是幼小 还没有办法 给他点重担 让他担 担不起 所以刚信主的时候 都是甜蜜的 有的人是刚信主 是逼迫 有的人是甜蜜的 为什么 上帝按照他的智慧 根据不同的人 他量给人不同的分量 那有些人受不了 所以暂时就不给他 也不保证他 以后不遇到 真正的基督徒 不可能是一马平川 总会遇到麻烦 因为上帝有些毛病呢 必须得经过患难共苦 才能够除去的那个渣脏 我告诉大家 在疯狂上的需要 哎 conservatives 恭 咖 jong